韩女团T ARA最后合体 宝兰 这辈子当不了这一刻T ARA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台 台下粉丝不断高喊 我爱你们 是爱 网易娱乐5月14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将于15日正式拆伙的韩国女团T ARA 13日在台大体育馆首次开唱 也是最后一次合体演出 成员居立 芝妍 宝兰 昭妍 孝敏 王恩静身穿新红色裙装 与裤装美丽亮相 他们演唱中文版Pay or Moon 开唱送 给现场台日赶路各地近2000粉丝 活动进尾声时 15日交离队的昭妍与宝兰感性喊话 初表示不赦 宝兰说 跟大家在一起我很幸福 这辈子放不了这一刻 他们演唱 Bo Peep Bo Peep 如美 Polly 等21首人气曲 昭妍还翻唱周杰伦 周董的安静 支援跳舞拐道脚唱的快歌 如美 Polly 时 各成员轮流独舞 脚踩细跟高跟鞋的支援不小 心拐道脚 尽叫一声 引起粉丝伸长脖子关心 缩性无大碍 唱到 Fu 时 工作人员也搬椅子让他们坐着休息 活动穿插舞断替 ARA日常生活断片 其中一段宝兰和招炎荡秋千 宝兰一度荡道与指甲呈四十五度角 笑声中可体会她当下欢乐与放松心情 支援与笑眠合唱 Troublemaker 女女贴身热物不输性感女性炫哑和男性贤盛的原唱版本 宝兰招炎改班机本 四音是T ARA合体觉想 先前造成粉丝注意 而此行却从来抬班机 开始就一波多者 其中宝兰和招炎班机 还改成5月12点半抵达 经纪公司阴谋论不敬而走 所幸替ARA最后成功聚首 为八年光彩之路留下美好段落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尹莉莉 NK3689 分享 在相关阅读 陈宇凡发文否认与全明星探和解 并暗示被狗仔污蔑 橘子娱乐就在今天中午 前不久被宇凡砸车的全明星探发声明表示 已经和宇凡就这件事情达成了和解 可事情还没过去半天 到了晚上九点 与凡就亲自下场打了全明星探的脸 不仅如此 他依然以有担当的姿态来保护白百合 他还附上了被砸车辆的照片 并且在评论区和网友说 全明星探他们故意把车窗的洞弄得更大了 意思是狗仔他们屋 灭自己 所以看这个情形 两方的沟通没有达到共识啊 最后一句希望之事到此为止吧 毕竟宇凡已经够受伤害的了 外界别再给人家的家事添油加醋 豆静童母亲结晒与妈妈自拍 王妃笑容迷人温满 5月14日 豆静童微博删出一张和妈妈王妃 王妃经纪人陈佳英三人的合照 并附文称 母亲结快乐 妈妈 照片中 豆静童带着毛线帽子 身穿红色T恤 举着手机自拍 陈佳英则坐在中间双手一边一个 揽着童童和王妃 王妃一杯在陈佳英身旁 面色红润 笑得十分开心 有网友还细心发现 豆静童原来发的是母亲结快乐 妈妈后来删掉 重发改成妈妈 也是十分可爱用心 如此其乐融融的场景 更是让网友们羡慕不已 祝婆婆母亲结快乐 爱你们俩 也有粉丝催促到 快发专辑 献给你的老母亲王陈宇凡 发文否认与全明星探和解 并暗示被狗仔污蔑 橘子娱乐就在今天中午 前不久被宇凡砸车的全明星探发声明表示 已经和宇凡就这件事情达成了和解 可事情还没过去半天 到了晚上九点 宇凡就亲自下场打了全明星探的脸 不仅如此 他依然以有担当的姿态来保护白白和 他还附上了被砸车辆的照片 并且在评论区和网友说 全明星探他们故意把车窗的洞弄得更大了 意思是狗仔他们屋 灭自己 所以看这个情形 两方的沟通没有达到共识啊 最后一句希望之事到此为止吧 毕竟宇凡已经够受伤害的了 外界别再给人家的家事添油加醋 窦镜彤母亲吉善与妈妈自拍 王妃笑容迷人温满 5月14日 窦镜彤微博删出一张和妈妈王妃 王妃经纪人陈佳英三人的合照 并复文称 母亲皆快乐 妈妈 照片中 窦镜彤戴着毛线帽子 身穿红色地恤 举着手机自拍 陈佳英则坐在中间双手一边一个 懒着童童和王妃 王妃一杯在陈佳英身旁 面色红润 笑得十分开心 有网友还细心发现 窦镜彤原来发的是母亲节快乐 妈妈后来删掉 重发改成妈妈 也是十分可爱用心 如此其乐融融的场景 更是让网友们羡慕不已 祝婆婆母亲节快乐 爱你们俩 也有粉丝催促道 快发专辑 献给你的老母亲 网陈宇凡发文否认 与全明星探和解 并暗示被狗仔污蔑 橘子娱乐就在今天中午 前不久被宇凡砸车的全明星 探发声明表示 已经和宇凡就这件事情达成了和解 可事情还没过去半天 到了晚上九点 于凡就亲自下场打了全明星探的脸 不仅如此 他依然以有担当的姿态来保护白百合 他还附上了被砸车辆的照片 并且在评论区和网友说 全明星探他们故意把车窗的洞弄得更大了 意思是狗仔他们屋 灭自己 所以看这个情形 两方的沟通没有达到共识啊 最后一句希望这事到此为止吧 毕竟宇凡已经够受伤害的了 外界别再给人家的家事添油加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oglo DecAng